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不正经故事正经讲的老张 那么看到我手里这个面具 想必朋友们已经猜到 今天要讲的内容和什么相关了 如果没猜出来的朋友 给你们一段BGM感受一下 没错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歌剧美影 想必朋友们看的最多的是 2004年的这部音乐电影 1910年法国作家加斯东勒卢 创作了歌剧美影这本 歌特式的侦探小说 在当时火遍了全球 幽灵 美人 迷宫 宫殿 都集中在我们身后的 这座加尼耶歌剧院当中 但是这本小说当中 出现的元素都是虚构的吗 当然不是了 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 一起来探索一下 藏在这歌剧院背后的 真正都市传说 这座歌剧院投入使用之后 就怪事不断 很难不把它和神秘学联系到一起 首先是这个数字13 大家可能以为这个13数字 不吉利是从基督教开始流行的 但实际上呢 早在古波斯和北欧神话时期 就已经开始 13已经影响亚欧大陆了 比如说黄道十二宫 从各自统治世界一圈之后呢 到了13那地球就要毁灭 轨迹之神洛基 是第13位神殿的皇帝等等等等 而这座歌剧院 刚刚好是巴黎的第13座歌剧院 在1896年的一场演出当中呢 吊灯的配重啊突然掉落 300多公斤的铁块 瞬间就把正下方的观众和地板 砸了个支离破碎 而这个位置正好是13号 1932年 一名小芭蕾舞演员 独自站在长廊上 可不一会儿呢 就被人发现 已经摔死在长廊下面 第13个台阶之上了 而这个台阶实际上呢 和栏杆的边缘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不使劲跳一下 或者有什么东西推他一下的话 很难够得着 最后呢 只能把这个事故定义为意外 还有守夜人呢 在晚上看到歌剧院里头一个找着火的舞者 在舞台上跳舞 要么就是听见找不到源头的歌声 不光是这个数字13呢 而且巴黎歌剧院里头 还有一个闹鬼的5号包厢 有工人啊被勒死在这个包厢里头 却找不到凶手和凶器 还有不少人看到神秘的黑袍人 进了5号包厢就消失了 但是这个黑袍人的脸 有人说看到的是一个白色的狼头 还有人说是个肌肉风干的骷髅 后来到了19世纪末期 有神秘人以歌剧院的安全为要挟 每个月向老板勒索两万法狼 就让他们把这个钱啊 放在5号包厢里 钱是每次都离奇消失 可是警察却一点线索都找不到 再后来呢 这个包厢也就不再对外开放了 大家把这个黑袍人和神秘人融合到了一起 把它叫做方道嘛 就是幽灵的意思 后来因为歌剧院事故频发 医生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职业呢 免费入场 每场演出都有消防员驻扎 可见这些传闻呢 并非是捕风捉影 而这歌剧院里的幽灵 俨然已经成为了巴黎的都市传说 而据有所知呢 巴黎歌剧院也是唯一一个 敢承认自己闹鬼的歌剧院 那既然这个幽灵啊 总在歌剧院出没 也算得上是伏地魔了 不对不对 伏地灵 那这个伏地灵呢 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 比较固定 估计走远了 没有信号啊 那既然呢 这个幽灵总是在歌剧院这里 那我们就要对这里呢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歌剧院秋建于1875年 表面上是为了代替陈旧的 拜勒提耶歌剧院 让巴黎人呢 有一个更好的娱乐环境 但实际上呢 是因为王子兼总统的拿破仑三世 曾经在旧歌剧院门口 遭遇炸弹袭击 虽然上百人受伤 但是拿三却毫发无损 他认为这次袭击的根本原因 就是老歌剧院 没有专门给他准备VIP入口 所以正好接着巴黎大改造的这个机会呢 他下令修建新的巴黎歌剧院 当然了 一定要配备超豪华的皇帝专用通道 而歌剧院的设计者就是夏尔加尼耶 当时这个歌剧院的奢华程度啊 可以说是全部拉满 将近50年后才有其他国家能做出和他媲美的歌剧院 如果你认为来这里只是听歌剧的话呢 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 来这只听歌剧的那是平民 但是歌剧院可不是给平民修建的 对于富人和贵族啊 这就是个实体的大型社交网站 千金小姐们可以借听歌剧的机会 出来见识见识外边的世界和外边的男人 所以在歌剧院的周围布满了大量的银行 有自己珠宝的可以从金库里拿自己的 当然没有自己的也可以拿别人的 对于贵族老爷们 这可是一个抓老鼠的好机会 这里的老鼠可不是能骑在人头上会做饭的那种 而是跳舞的小姑娘 巴黎的国家剧院呢 不光是演出场地 同时还是巴黎的舞蹈学校 因为很多跳舞的小姑娘 经常穿梭在剧院的后台 通过缝隙或者小洞啊 去偷看舞台上的表演 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台上 所以在俗语当中 歌剧院的老鼠就是跳芭蕾舞的年轻姑娘 小姑娘们呢 也希望早日能在这里遇上自己的金主爸爸 所以对于大老爷们来说啊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狩猎地点 但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 对于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 还是歌剧院举办的化妆舞会了 接着走乐 接着舞 面具 斗篷 烛光摇曳 让参与者卸下道德的枷锁 欲望可以在这里得到解放 在面具下的 可能是你朋友的妻子 也可能是你的女儿 在这可不是我夸张啊 根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士 回忆呢 当时他跟一个小姑娘 在舞池里头摇摆一宿 到了第二天一早 准备送人回家的时候 那个小姑娘就跟他说我跟你走吧 哎这个人当时啊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他对面跟他跳一晚上舞的小姑娘呢 就是他的女儿 歌剧院的背景我们了解了 那这肆虐在歌剧院里的幽灵 又是什么来路呢 他跟这歌剧院什么仇 什么怨 据传说 这个人名字叫做艾尔奈 是芭蕾舞演员 艾玛利弗瑞的未婚夫 但是艾玛呢 在1862年死于一场 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 当时的舞台照明设备呢 使用的是煤气灯 离舞台边缘啊 非常非常的近 姑娘们身上的芭蕾舞裙 又是极其易燃的搏纱 所以官方规定 上台之前 一定要把祖燃的材料 喷洒在服装上 而且还要签下生死状 当然了 生死状在现在有个 更现代的名字 叫做免责生名 但是当时呢 有很多舞者 都不会选择这么做 因为往裙子上喷洒涂料 会加速裙子的老化 所以这个老板们呢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在一次演出当中呢 艾玛的裙子 不幸被煤气灯点燃 据当时的报道称 艾玛就像一个人形火炬 在舞台上走了整整三圈 甚至还捡起在燃烧的布片 遮挡自己赤裸的身体 惨叫声是环绕了整个舞台 虽然艾玛没有当场毙命 但是在感染折磨了他八个月之后呢 他还是离开了人世 在惨剧发生过后呢 艾玛的未婚夫艾尔奈 就人间蒸发了 随后呢 歌剧院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 有人说艾尔奈死了 这是他的幽灵 在替未婚妻报仇 也有人说艾尔奈还活着 隐姓埋名 混入修建歌剧院的工人当中 以施工作为掩护 把自己巧妙地藏身在歌剧院里 他利用歌剧院这2531道门的复杂结构 还有所谓的隐秘密道 把自己塑造成了歌剧院神出鬼没的魅影 他勒索老板除掉知晓自己秘密的人 一时间这个传闻是沸沸扬扬 那这艾尔奈到底是人是鬼 说他是个鬼吧 他也用不着勒索老板 毕竟鬼也不花法郎 那说他是个人吧 他又如何把自己的行踪 隐藏得悄无声计呢 当时就有人猜测这个秘密啊 应该就隐藏在五号包厢里 因为加尼也在设计歌剧院的 支撑结构的时候 用了12组巨大的空心金属原柱 而在这五号包厢边上 刚好有一根柱子 艾尔奈呢 很有可能利用这些空心柱 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包厢 但是啊 当我们把这个屋顶的平面图 和支撑结构图平铺到一起的时候 会发现 这12根柱子的真正位置 并不和五号包厢的柱子相重合 而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这些柱子啊 真的能成为通道 那离他最近的选择 也应该是旁边的这个房间 但是很不幸 这个房间是皇帝专用席 要是这里有通道的话 那皇帝肯定是不答应 后来呢 歌剧魅影的作者加斯东 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 也是整本小说的灵感来源 据加斯东回忆呢 在歌剧院事件平息了几年之后 他和几个录音专家呀 打算把一批珍贵的唱片资料 埋在歌剧院的双层地基里 但是在地基的夹层中 他发现了一具尸体 加斯东断定啊 这具尸体就是整个神秘事件的起源 埃尔奈 他推测 埃尔奈就长期地躲在 歌剧院的地基夹层当中 那这个地基夹层又是怎么回事的 当时修建歌剧院的时候啊 拿破仑三世 钦点了歌剧院的修建地址 一片沼泽地址上 当地基瓦开之后呢 这沼泽的水是怎么排都排不进 最后加尼也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借鉴英国大东方号 这种双壳的轮船结构 给歌剧院做了一个双层的地基 歌剧院的两层地基之间 形成了一个干燥的夹层 最初的设想啊 是可以隔绝湿气 后来发现 如果给夹层注满水 可以更好地保持这个内外压力平衡 于是在舞台的正下方 出现了一个人工地下 也正是这种非常独特的结构呢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 但是至于加斯东 声称发现的那具尸体 至今没有任何记录留存在案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大胆地盘一波 这个加斯东利用自己记者的敏锐观察力 和作者的发散的联想能力呢 把爱伦坡的红死面具 大东方双壳船夹层里的尸体 歌剧院被火烧死的芭蕾舞演员 纸醉金迷的化妆舞会等等元素为基础 让歌剧院这个虚虚实实的都市传说啊 变得有鼻子有眼 有血有肉 但是数字13反复出现 一直到现在还频频发生的事故 舞台下的地下湖 这些事实当中呢 依然透露着一丝神秘的色彩 或许啊 我们应该把这个神秘 还给神秘本身 我是老张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